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云游天下,我是咸鱼 今天我将游览泰国清脉府三大景区之一的树铁山双龙寺 驱车来到双龙寺的山门 大家可以看到山门上有佛像还有法轮的标志 就可以猜想这是一座佛教寺院 我们开始进入双龙寺的台阶 这台阶非常有特色 大家也可以猜到双龙寺和市民的由来了 双龙寺呢是建于1383年 南纳王朝市 它离清脉府16公里左右 是在树铁山的半山腰 它之所以在泰国以及周边的佛教国家中非常有名 是因为它的大殿里 有一座金色佛塔 其中供奉着佛祖的摄立子 树铁山在太语中呢 叫仙友山 就是可以见到神仙的意思 是非常有灵气的地方 它的海拔高度是1676米 上山的台阶呢 上山的台阶呢 不算很陡 大概有200多个台阶 快要到寺庙大殿的入口了 因为近期游客比较少 树铁山的整个旅游景区 非常空旷 安静 是很少见的 寺庙的入口 有两座巨人雕塑 大厅呢 大厅呢 是在左边 进去说要喝鞋 这就是供奉佛祖舍立子的金色佛塔 大家看到佛塔四周的供台上呢 有各社各样的佛像 还有香炉 还有点了蜡烛 很多人在前程的柜子供台前 但是你能不能够计计 它在这里 咱们可以放下 还有点的 大家看到呢,这些佛像用不同的材料织成,也有铜字的,上面贴的是金箔,还有一些是东南亚的。 这个玉石或者其他的有颜色的宝石做成,非常漂亮。 四周长廊的壁画里画着根据佛祖传出一生所描述的一些故事。 走出大厅,我们到下边,围着寺苗的外围转一下看看。 这里也有很多佛雕像,是个人捐助的。 可有捐助者的姓名。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钟。 我们下边,围着寺苗的词试。 我们下边,围着寺苗的词试。 就是它。 组商rill市和使用保贊。 非常幸福之处。 在观景台上可以看到清脉府的全景 双龙市的简单介绍呢就到此为止 下山的时候正好下起了炸雨 6月到9月是泰国的雨季 如果你有机会来这里清新体验一下 谢谢